日前,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合成都博奥金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共同设计开发的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设计核 或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二批新型冠状病毒 应急医疗器械审批批准 只需采集患者的鼻咽式子等分泌物样本 在1.5小时内便可一次性检测 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6种呼吸道常见病毒 2月24号,记者来到了位于成都温江的 成都博奥金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进行实地探访 在6项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试集合的生产现场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硬制工序 我们现在的工序就是把我们的一个芯片 放在我们的一个点样托盘上 然后放在我们的一个点样仪上 通过我们的点样仪把我们各种规点的一个点样仪 也放在我们的一个芯片上 就是一个硬质工序 据介绍,这是全国首个多指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集合 此前获批进入临床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产品 均为针对COVID-19单一指标的RT-RCR2检测试集 只能区分正常人和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无法达到有效排查的目的 而该检测产品具有更快、更多、更安全的特点 高样本通量,一次检测仅需1.5小时 可以同时快速检测更多样本 多指标连接,便于临床鉴别诊断和决策 分流普通流感和新冠病毒感染 降低医患风险和负担 目前的现在的生产情况是 每天我们可以生产24000人份的检测芯片实际 然后我们的仪器的产量是每个月500台的仪器产量 目前已经紧急的调拨了十几台仪器到湖北 是昨天晚上刚刚运走 应该是在明天早上到达湖北火人山医院 之前也是在微获诊之前 也是在火人山医院投放了一台 来做实用 然后使用效果也非常良好 所以我们马上又调集了一批发往湖北 据了解 位于成都温江的成都医学城 全力支持防疫项目公关 建立科技企业和高校院所 开展科研公关的精准帮扶机制 对参与疫情防控 开展防护用品 消毒制品 药物研制 检测试剂和设备 应急装备等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和高校院所 按实际研发投入费用的10% 给予最高20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成都医学城作为四川省成都市 健康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我们充分发挥三亿融合的专业优势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积极组织园区研发生产企业 迅速行动 开展研发生产工作 依托园区的专业优势 努力寻求突破 目前博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实现了产品量产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